我家人又搬了一包口罩 這裏都50個 不知道是哪裏來的 有的先用先 我的罩戴了都算舒服的 好像有點泥濃的感覺 紅白藍膠袋的質地 頗硬的 不知道出產地是哪裏 但挺有趣的聲音 不像有東西被迫著 不理會的 不過我相信經過這個肺炎之後 很多人都變成了口罩專家 很多人都變成了口罩專家 研究N95、N99 淚嘴、淚棉、豬嘴 我對這些沒什麼研究 隨便就算了 隨便就算了 但很搞笑的現象就是 全民都有些基本認識 下午6點左右 比平時做得出來 街上的人 大部分有戴口罩 還有人多一點 但都是每天任務 上超市那裏就看一看 戴口罩的 有些就不戴 八葉蕭條 八葉蕭條 唯獨超市 不會有衰退 只會越做越旺 但我估計今天都買不到 超市很多 整排人 米就少量 麵就大量 都知道應該沒有了 卷妝 卷妝 都沒有了 先用著包裝 有包裝 車子一包包都有 坦白說 超市都是高危地點 如果一個在這裏買東西 大家在這裏逼下逼下 就有機會互相感染 5點多鐘 地鐵都沒有太多人 太子站 差不多下班時段 都多人等車 下車 就我所見 基本上 地鐵站裏面 差不多所有人都戴口罩 意識相當之強 所以 新加坡不戴罩 那就出事了 日本不用說 還未有那個意識 地鐵站 偶爾會看到人們交收 現在 最常見交收的東西 竟然是口罩 互相付錢 交收罩 這個景象都是 頗特別 日頭出街的人都多 這裏就是 太子站 對外面 沒有了 祭壇那些東西 撕走了 今天就設計了一條路線 都是由太子踏下去 由尖旺 整圍尾吞道 生活隨影 這樣 現在這樣看 日頭很多人 日頭正常 戴口罩出街 晚上就像宵禁一樣 一到晚上 9點10點 街道很冷靜 有些餐廳 旺角 旺區 三份一碗 旺角橋 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水印 貼了整條 整條 電梯 旺邊 旺角有很多茶舖 這間茶舖 人都多 生意都是不錯 如果這裏質素 基本上都撐得住 照舊 旺角都有一堆丐幫 在這裏穩飾 現在護目鏡也有 48元 還有手套 55元 手套 可不可以 越南口罩 400元 398元 便宜兩元 一盒 50個 據說我這個戴 都是越南的 好像是 托姐姐買的 親戚再托姐姐買 所以這個世代 要靠人物關係 旺中附近 其實都有人流 是沒有的 但是沒有那麼強迫 人們都是照常上街 戴個罩 可以看到 有些罩 250元 一盒 不知名的口罩 250元 風酒搞笑 現在有個牌 要量體溫 進去買東西 250元 印泥三層 印泥口罩三層 又不是 不是獨立包裝 買到那麼貴 這個衣出口 有個body shop body shop 都很久歷史 都 還沒閉 還站在這裏 很多年 都站在旺位 很多店鋪都換了 他都沒有換 可以看到人流 大概的感覺 現在 都有 是有的 但是 都疏通 未至於 撞人 那樣 人撞人 那樣 有人戴豬嘴 這個就是 泰國口罩 空運到港 整間店鋪 整間店鋪 全都隔了 專購買口罩 350元 一盒 盒還要爛爛的感覺 這陣子 這陣子的大貨 都是 第三國家的口罩 有二百多元一盒 二百八十元一盒 這裏就是三層口罩 不知道什麼地方 樣子又像是剛才那些 有散裝買的 一包 五個 35元 散裝都可以考慮一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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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問 旅人街 還要開的 旅行街 中間的路 已經闊得可以走路 還要開的 還要開的 未至於 報導 是 不開的 早上就不開 早點收 人客一定是少的 現在一定是沒有遊客 聽到商家 店主說連續兩天沒有發市 這裏有遊客 香港已經很少遊客 因為野區裏還有誰來購物呢? 很好笑,剛才找到斜尾袋 有點興趣 一開始開過天價 180元,斜尾袋很便宜 50-60元,100元都買到 然後越開越低,820元 最後我離開了 知道了嗎?你當我傻嗎? 頂盡是6-80元 最後開80元 但也算了 我離開了 因為這些袋子 除外都有 剛好看見褲色特別 但釣高來賣 女人街就是這樣 很多古惑的東西 跟大家走到戲院那邊 看看 時間是6時 放工時段 旁邊的店鋪還開 也有人進去 有些人在噴煙 這些菌會無法化 但沒有很多鼻子 口罩都隔不住煙 基本上 那些才是致命我 很多人吃煙 街上 街上 可以讓大家感受一下 還有人逛街 照常出的 人流沒有之前那麼旺 戲院一定是少了大決生意 還有的 不過我想 我想有很多隔壁 不會逼 都見到 大紀元 法輪功 街站 長期在這裏 大家來到石油街 都一定見到 旺角始終是旺角 有些位都是逼的 很多人 這條街 有一大堆電訊公司 上台 交月費 轉台 這條街有多人 直近HMM 那邊 對出那條街 來到HMM 外面吃街 傳進去 看看 夜晚好一點 應該沒有那麼多人 日後依舊多人 一大堆人 有個人不戴口罩 有些人都在吃東西 都不戴口罩 這個位都算很高 但是 剛才那一陣 那陣 那陣 人走過後 你發覺 沒有那麼多人走 而且店舖也站不滿 可以隨便買 生意真的少了 這條街 很反映到一個旺角 旺角 生意的旺角 旺丁不旺財 人們走來走去 但未必買菜 有這種感覺 幸福堂,有很多港女在排队 都很受欢迎 有时会逼迫,有时会逼迫 感觉是少了人到街上吃东西 可能是卫生问题 都很害怕 一路走下去 偶像店铺会失去一些人 比较多人购买 但应该要买食都不难 一间就比较多 可能要排排 都算舒服 很厉害,在这里买游戏机 这段时间没什么玩 甚至想买了一部PS4 因为迟些出了PS5 仍然有很多人在这买游戏 通常我买二手游戏 二手游戏便宜 但有时未必有 有些比较高 也有些人在这 生意仍然在运作 有些店铺也在这 有些店铺也在这 大致上是这样的 有些店铺 马路位置依旧都是多人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 圆京有间百佳 也要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口罩 也不用说 至少有池子 旺角的超市 麵很足 麵也没有人拿来炒 我连刺子的位置都找不到 应该都类似这些位置 这个是纸巾的 都卖光了 有少量一两包 有些水尾的 在这里 游卖地 很多人在等车 放工 香港人流都很厉害 没有减弱到 人流的活动 这家乙讯 买姜汁壮奶 不知道什么事 没效 可能之前都是靠内地人 所以最近没有生意 去黄店吃碗豆腐花 芝麻豆腐花 大大碗 再走入少少 就是佐敦那边 都高危 好像有几个 確診者 都在这边 活动 活动过 但是 都没得比 洗手液 100元3次 滴露 120元3次 260元1盒 另一间白街 左敦另一街 旺角刚才走的那间 左敦应该这里都买不到 包装也有 TEMPO也有 普通那些 全都看了 现在看到口罩的价钱 是250元附近 分绝如同 奇怪 很明显背后有个势力 控制价钱 在抗操 有些部分药房 去到300-400元 狮子开大口 就是这样的情况 仍然在 其货可居 有人在 左敦去黄沙咀方向 人又少 有些货可居 还有些货可居 还有一些货可居 来到澳沙咀門口 真的没有人排队 但旁边的车 我有点担心 因为有些中港车 会否回到大陆 车主也会回到大陆 再进去 所以 在这边 都多人 但是 没什么人 感觉上 吃了个茶餐 46元 最初 都知道 洗手液 刚才吃完 一开始都没什么期望 因为 之前 在西瓜 在西瓜 进去 吊沙咀 那些货可居 都知道 一般 买相都一般 进去吃 那些货可居 正正常常 都是四个字 坦而无味 其实很多货可居 都没什么味 多士 蛋 这些 不是什么特别 也不是什么巧手 四十几元 普通 不过 有件事是 不过是经营的 他那个 送餐速度 很快 坐下 叫餐 二十秒 下单 就很快 因为他里面的员工 很多 不知为什么 十几个 我自己觉得 这段时间 吃偶也有个问题 他要搭牌 所以 也有点高危 有点 但是 出去吃 没办法 但是 我自己 一次都没试过 试过之后 就发觉 不会有第二次 我的结论就是 来回 爆眼少女的车站 对出 就是 警署门口 现在 警署租门大开 以前 是落闸的 现在 任你进去 拍礼 照舊 都没什么生意 有些都早收 尖沙咀地铁站 外面 十字路口 感觉都冷清 好 我都走了 搭铁走了 感觉上 口罩价格仍然高企 我觉得 都 没理由 买的 因为太贵了 不合理 不过 买几个先顶着 都可以做一下 差不多了 回归